眼下已经进入了暑期旅游的旺季 吉林市通过开展重点肖下避暑活动 发放文旅消费券等活动 迅速激活了当地旅游市场 我现在是在吉林市的松花湖度假区 在这个22度的夏天 在青山绿水当中 搭个帐篷吃吃烤肉 成了很多人肖下避暑的选择 山顶星空营地常常一顶难求 青子水枪大战 山谷音乐会 星空营院等特色户外休闲活动 成为炙手可热的项目 引领都市新兴休闲方式和潮流 夏季避暑离不开玩水 松花湖也是广大游客们 肖下纳凉的胜地 在这个22度的夏天 吹着清风真的是特别歉意 夏季的松花湖上清风徐来 暑气全消 游客们在湖中悠然游船 在秀丽的山景中 欣赏高山花海 新鲜的空气 更是让人不由自主加深呼吸 夏天比较热嘛 然后我们也是离得比较近 是当地的 然后就周末 领孩子来这边散散心 然后避暑一下 都说这个松花湖的风景 美丽动人 我们就来看一看 与往年不同的是 吉林市今年夏季 主要以省内游客为市场 重点打造休闲露营产品 游客们可以在微度假 轻奢游 自驾游 亲子游等多重选择中 随意切换 自行体验不同度假感受